上海连续六个工作日 连续六天发布高温陈测警报 今天算是收敛一点 看望的雨还没下下来 但是据说下过雨之后 温度会下降 但是也是三字头 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 这样的天气之下 有网友发了一幅照片 说在普陀的苏州河 那样的大闸蟹都已经煮熟了 旁边还有一些鱼翻白肚子 甚至还有没有烫熟的小乌龟在旁边 真的看着这个景象的话 确实是糟心的 但是有关部门却来解释 苏州河水虽然热 但是并不像你们想象的 可以煮熟大闸蟹或者鱼虾 这完全是因为缺氧造成的 缺氧的鱼虾蟹会出现死亡的情况 而且更麻烦的事情是 这些死亡的鱼虾蟹 很多不是它原生的 是周边的居民放生的 因为从那个环境到这个环境 它不适应 所以大量的鱼虾蟹死亡 都是人为造成的 在这么热的天里面 大家最好先照顾好自己 把人照顾好 再去关心小动物吧 毕竟真的动物呢 应该让他们保持一定的野性 就是说大自然的物尽天泽 这个什么样的天气下 会生存下什么样的动植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